小孩不能晃 那我又不会带 你抱着 我抱 再洗看看小孩都不会看 涛涛 你说咱们这怎么办呀 实在不行咱请保姆吧 请保姆 那多浪费钱呀 再说了咱俩的工资又不是很高 那不请保姆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给妈打电话叫她妈过来吧 把妈给请过来 这合适吗 再说了 妈那里活也挺多的 那你说怎么办吧 请保姆你怕花钱 叫咱妈过来你也不愿意 那实在不行 我请假 我在家照顾她吧 那你老是请假也不是事啊 咱家谁赚钱呀 那 那又实在不行 给妈打电话 把妈叫过来 行 我现在给妈打电话 别打了 咱妈这路上也不方便 你去接她吧 行 那孩子你先抱着 行 路上慢点 再给妈买点东西 哎 妈 强子 你说说你 你早给妈说呀 妈早就过来了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妈说 嘿 不是怕你忙吗 怕累着你了 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我们也不会照顾孩子 只能请你过来了 孩子呢 快让我看看 在屋里呢 在屋里呢 妈 你来了 桃桃 快让我看看孩子 来 真好 桃桃 不是妈说你 这你怀孕的时候 不跟妈说 这生孩子了 还不让妈来照顾你 妈 我们这不是 怕忙着你吗 家里地有那么多 再来帮我们 带孩子 也怪不方便的 桃桃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 那再忙 也没有看过大孙子中药呀 我大孙子 长得真好看 桃子 这孩子 长得太像你了 啊 当然像了妈 您看您说的 那我的孩子 不像我像谁呀 真是太好了 以后呀 我什么活呀 也不做了 就专心呀 在家带大孙子 给你凑个月子 桃桃 想吃什么 跟妈说 妈给你做 妈 你这样会很累的 不用管我们 我们吃什么 会自己做的 桃桃 你自己做饭 怎么能行呢 这做月子啊 是大事 不能伤伤身体 也不能碰凉水 以后呀 家里什么活 都要我来做 你有干系 那做月子就行了 这来 桃子 不是我说你 你睡梦啊 都想不起来 怎么 不让桃桃坐在床上 给他拿个头巾什么的 扔一下头 这月子的病啊 不好看 以后要照亮了 怎么办 我这不是没经验吗 我这就去找头巾 你们下 快坐马上休息 妈呀 带着孩子 哦 行 行 快 妈 你累不累 要不 我抱抱孩子吧 我不累 你休息吧 我看着孩子 哦 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应该没事 可能最近我乱吃东西 吃坏兔子了吧 你乱吃什么东西了 饭都是咱妈做的 咱们吃的都一样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就最近就 就感觉 恶心难受 不行啊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不放心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你吧 别去了 可能过去那就好了 不行 咱必须得去医院检查检查 要不然我不放心 走吧 真不用了 走 哎 这就没想到 你竟然是怀孕了 我也没想到 这怎么能怀孕了呢 这回去可怎么给大妈说呀 本来 还要瞒着她呢 这事 可情况不能让妈知道呀 行 走一步看一步吧 咱们能瞒多长时间 就瞒多长时间 走上去吧 妈 妈 妈 这你们两个出去干什么去了 哎 桃桃 你出去 怎么 不带帽子呀 妈 这桃桃都说了 她在家里待着闷的话 我就带她出去转转 她说身体没事 强子 这怎么能行呢 这桃桃 还没出月子呢 这外边 风大 万一吹着头顶膜板 以后呀 会头疼的 妈 这两天 我看天气预报了 没有风 再说了 这外面太阳那么大 还能杀杀菌呢 不行 桃桃 以后可不能再出去了 在家好好养着身体 行 妈 我知道了 以后不出去了 桃桃 是不舒服吗 没事 妈 你就别管了 明天回房间休息吧 赶快 让桃桃回屋休息 强子 不是妈说你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坐月子 不能出去 你看 这桃桃不舒服了吧 我知道了 妈 以后记住了 我就给桃桃倒准去 快去吧 把桃桃服务好 这现在的年轻人啊 跟以前不一样了 都不听话 这坐着月子 怎么能出去呢 这小宝呀 睡着了 我把家里收拾一下 桃桃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呀 是哪里不舒服吗 妈 我没事 可能就是吃坏肚子了 什么 吃坏肚子了 是不是 妈做个饭不喝你的口味啊 你跟妈说 妈以后做饭注意点 没有没有妈 做的饭很好吃 没有不合胃口的 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 桃桃 不行 昨天呀 我都看出来了 你有点不舒服 这墙子回来了 一定要让他带着你 去医院看看 妈 我真没事 别再说没事了 妈不放心 这小宝呀 也睡着了 走 妈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妈 我真不用 真不用去了 妈 妈 真不用去了 桃子 这时候你回来了 你看一下宝 我带桃桃 去医院看一看 妈 去医院干什么 我看桃桃呀 老是呕吐 我带他去医院 检查一下 妈 那我带他去吧 你在家里歇着 对 不行 你带他去 我不放心 你呀 什么都不懂 还是我带他去 我懂桃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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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桃子带我去 一样的 不行 妈 等等 怎么了 我实话跟你说吧 桃桃她不是胃不舒服 她是 怀孕了 什么 桃桃还坐着月子呢 儿子 你傻不傻呀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 我怎么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 小宝她不是我们上的 你说啥 你快说清楚 你都吗 你都把妈找糊涂了 这东西怎么回事呀 妈 我实话告诉你吧 那小宝 是我 我们在家门口捡的 捡的 妈 妈 你也知道 我跟桃子都结婚三四年了 一直都没有怀孕 那天看到门口有个孩子 所以 我们就决定 把孩子留下来了 没想到 现在桃桃竟然突然怀孕了 妈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她的话 我们把她送到孤儿院 以后 让你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 儿子 你说什么呢 这孩子 竟然能遇到你们俩 就给咱们家 有缘分 虽然不是亲生的 我们也要好好对她 我看桃桃怀孕 就是这孩子 带不来的福气 妈 你说的对 以后 不管是亲生的 还不是亲生的 咱们都一视同仁 一样对他们好 你们两个孩子呀 还瞒着我 强子 这样吧 竟然桃桃也怀孕了 以后啊 我在家 带着小宝 也照顾和桃桃 你有关心的 去工作吧 行 我知道了 妈 小宝呢 我这几天没见 我都想她了 小宝呀 在屋里睡觉呢 你去看看吧 桃桃 你也过去休息 我呀 给你做点好吃的 好好补补身子 行 那就麻烦妈了 说这是谁 梦花呀 去吧 哎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